在广西的吴州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传说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途中 许多将士纷纷染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热症 上吐下泄 诸葛亮赶紧找人问个究竟 当地人献给他一个秘方 将士们服用了这个秘方熬制的食物之后 果然迅速康复 据说这种食物就是吴州出产的瑰麟糕 那么,瑰麟糕真的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我们来到吴州的时候 正是吴州的梅雨季节 走在吴州的大街小巷 各种品牌的瑰麟糕随处可见 当地人告诉我们 吴州有十几家瑰麟糕厂 我们随意走进了一家店铺 想不到这家店里的双钱瑰麟糕 竟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是最传统,最原味的瑰麟糕 这是最传统的那种 对 看着眼前黑乎乎的瑰麟糕 我们多少有些疑惑 它就是传说中功效神奇的瑰麟糕 特别滑 但是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苦 对 苦的是因为我们瑰麟糕 是用十来二十种的压材 它告诉我们 瑰麟糕不仅当地人喜欢 也是来吴州的游客 很少错过的一道美食 瑰麟糕的吃法有很多种 最常见的是把本地盛产的 各种水火、银耳等搭配在一起使用 那么瑰麟糕的制作有什么独到之处 最早为什么会出现在吴州 吴州位于广西东部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岭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 也是重要的外贸港口 拍摄期间 这里一直阴雨绵绵 在吴州复制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 因为贵江、西江、荀江、三江在此交汇 周围一风环绕 湿热之气难以散出 就像坐在瓮中一样憋闷 这里的人多患瘧疾 由此是否可以推测 瑰麟糕的盛行 是否与当地的气候有关 另据史料记载 瑰麟糕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起初都是沿街叫卖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双钱和李锦记 罗志强老人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他曾经在李锦记做过帮工 卖都是在这里 都在前面一点点 罗志强老人说 前面的行业广场 就是李锦记当年卖瑰麟糕的地方 他出到这里做帮工的时候 只有八岁 每一碗都是一个杯 有一个盖盖好的 哪个要买的 他把这个打盖放在上面 他有一个银着那个刀 一刮 刮刮刮刮 擦擦 把那个米糖一放进去 在哪里 五分钱一瓦 那个时候的 那叫普通瑰麟糕 不是真正有 最好的瑰麟糕 大概有一块钱一瓦 他至今难忘 瑰麟糕生意兴隆的场景 很多都是端门道的时候 那个船来的时候 港澳船来的时候 他就在拿 拿那个水壶 这个冰壶 叫做冰壶 他就买 他就一块一块一块 放进 放进去 李锦记的桂林糕 有五种口味 五种桂林糕 越贵越好 特别是用金钱贵的那种 港澳的 他都三块钱 他都给 他至今还记得 当年叫卖瑰麟糕的歌谣 据说到了明末清凸时期 瑰麟糕已经流传至港澳 及东南亚等地 人家瑰麟糕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是粉红色的 不是黑色的 罗志强老人的说法 令我们深感意外 传统的瑰麟糕 怎么会是粉红色的 而我们见到的瑰麟糕 圆核都是黑色的 然而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在市区 没有找到传统的 瑰麟糕作坊 为了探究古老的 瑰麟糕制作工艺 在距离五州市 十多公里的 一处古老院落地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 传统的 制作瑰麟糕的工具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 我们根据传统配方 开始制作瑰麟糕 然后就这样 很背景跟这个工具 土葫林的 土葫林磨的浆 过去那个土葫林 它就这样的 那还是挺费时间的 是啊 因为土葫林很硬 所以说先要把土葫林削皮 然后多少 然后往这里面放下水 然而 看起来不大的石磨 磨起来却相当费力 要把新鲜的土葫林 磨成细泥 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土葫林经过反复研磨之后 果真显出淡淡的粉色 一般都要一天 这样子 因为每道工序都是手工 所以需要两个以上 记忆熟练的人 才能完成 其中的主要原料 就是当地出产的硅 先把硅甲放入锅中 用柴火熬煮 熬煮的时间 不得少于15个小时 经过15个小时的熬煮 硅甲当中的硅胶 慢慢挥发了 慢慢挥发了出来 之后把熬好的硅胶 倒入土葫林里面 然后继续用文火煮煮 过去因为制作的时间较长 硅林糕大多需要提前预订 按照传统配方熬煮的硅林糕 果然呈现出晶莹的红粉色 它证实了罗志强老人的说法 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把熬煮好的硅林糕 放在笼屉上 用大火蒸三个小时 经过近两天的准备 和精心熬制 色色晶莹的硅林糕 终于制作完成 然而 现在的硅林糕 为什么是黑色的 它们与传统的硅林糕 有何不同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来到乌州最大的 双钱硅林糕厂 一探究竟 研发部经理施伟东告诉我们 目前他们生产的 硅林糕的品种 多达几十种 在罐装车间 我们发现 所有的硅林糕 确实是黑色的 这都是硅林糕的药草 这是凉粉草 这是凉粉草 这也是广西特色药材吧 一般长在那个山坡地上 由于它那个清热解毒的功效 特别好 所以在后来的硅林糕里面 都加进了这个 凉粉草 加强 那硅林糕的功效 石伟东说 凉粉草不仅可以滋阴去火 而且起到了天然凝固剂的作用 它和干草 枝子 槐花等药材 榨出的枝叶是黑色的 由此做出的硅林糕 也就成为黑色的 这是枝子 我们发现 除了传统硅林糕的主要原料 土芙苓和硅之外 与传统配方相比 现在的硅林糕的配方 变得更加繁复 这个时候 后来就是慢慢演变过来 加进去的东西 哦 就慢慢演变 因为它的作用 跟那硅林糕的作用 是很相近 石伟东告诉我们 现在经过多年的反复研制 制作硅林糕 只需原料提取 熬制 罐装等五道工序 即可完成 其中的高温灭菌技术 可以在不添加 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 使硅林糕的保持期 延长至12个月以上 事实上 双前硅林糕的名称 由来已久 据说清朝末年 持续不断的战乱 导致物资匮乏 许多商家纷纷涨价 但只有一家 不仅货真价实 而且依然坚持 两个铜板一碗的 价格 于是就有了 双前硅林糕的称呼 现在他们生产的 双前硅林糕 以远销港澳 日本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在乌州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的 除了硅林糕 就是这样的凉茶店 这里的店员 告诉我们 凉茶并不是真的茶 而是用金银花 毛冬青 菊花等草药 熬制而成的饮品 在乌州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发现 凉茶与现在的 硅林糕配方 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它也是乌州人 每天必喝的一种饮品 这样的数字 多少让我们有些吃惊 那么这些凉茶 究竟是如何制作的 它又是怎样的味道 有一点苦 上面有一点点甜 有点苦 除了像福康凉茶 这样的近百年的老店之外 在乌州 凉茶品种最多的 算是北水凉茶这一家 在这家店的作坊 我们见到 叫了北水凉茶的传人 蓝树青 他说 为了赶上乌州人 早晨喝凉茶的时间 自己每天清晨四点多钟 就开始工作了 这个都是树上面 这个 这个是 根部 就要多洗一起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北水凉茶 是自己的父亲 蓝白水 在1983年创办的 凉茶原料的采集选择 尤为重要 小时候跟他一起 上上去采草药 我们自己去采了 他就告诉我 这一棵是什么 这一棵叫什么 我们就挖 仔细观察 我们发现 凉茶的配方 和桂林糕 十分相似 所用药材 大多也是 具有清热 结束的功效 制作上 也是把各种药材 倒入特制的 咕噜里面熬煮 蓝树青说 做凉茶 是他父亲的 一个心愿 他说他 看见的吴州 这个气候啊 特别潮湿 是吧 热得很闷 是这样 所以经常 我们吴州 那个水土啊 都适合要喝 那个凉茶 所以我爸就说 他叫 立志药 踏偏青山 寻草药 立志 未明 除 急患 是这样 所以他就 配这个药方 是这样 多年来 他牢记父亲的叮嘱 熬煮凉茶的柴火 坚持使用 煮剩下的药材渣 用茶 用这个茶 熬那个茶 他这个功效 肯定好一点 父亲传下来的 北水凉茶 现在由蓝树青 七姐妹 共同经营 在吴州 已经有七家分店 吴州人 为什么如此喜欢 食用桂林糕 和凉茶呢 我们特意请教来 当地的医师 罗世东 罗世东 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桂林糕 桂林糕 可能是由凉茶 演变而来 根据本草康木 对于福林类 和龟类的记载 他对桂林糕的药性 做了这样的解释 这个桂林糕呢 就达到一种 行业解毒 降火 降火 这种目的 野生的金钱龟 和鹰嘴龟 曾经是制作 桂林糕的主要原料 那么 吴州 现在还有野生的 鹰嘴龟 和金钱龟吗 我们来到 奴茂市场 一探究竟 卖龟的人告诉我们 现在市场上 野生的鹰嘴龟 和金钱龟 已经很难看到 卖龟的人建议我们 去金鸡镇 看一看 那里曾经是出产 野生鹰嘴龟 最多的地方 我们经过 多方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位 以抓龟为胜的村民 刘汉米 这个野生的龟 一般都长在什么地方 一般 长在这个水深的地方 那个要石头的地方 刘汉米说 自己的父辈 都是抓龟的好手 抓的时候 最好从龟的 后半身下手 你被咬到过吗 有 不小心肯定有了 有是 有是 你想那个 太快一手 他进去家了 他就会咬到了 那咬到你怎么办呀 咬到 听他风起来 他会慢慢放的 有的人就说 一听那个雷公响就放了 我又 说笑了 就是这个道理 是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刘汉米只发现了一只不大的草龟 他说 抓龟的最好季节是夏天 夏天就有 那个就是 风温器的 对 风温器的 你们鹰嘴龟当地叫什么呀 叫大头龟 在吴州我们发现 吴州人的饮食当中 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药草 吴州当地最有名的纸包机 就是用16种药材腌制而成 那围香啊 白白白白白白 白白白白白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嗯 还有那个香腾啊 香叶啊 都是本地的 那个草药 在另外一家酒店的后厨 我们看到了金鲜草 土福灵等药材 也有一些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你现在摆的这个草 叫什么 这种草 叫草切根 有泥土的地方都可以像 有泥土的地方就可以像 它是隐藏的 正在准备的这道药扇 是吴州有名的土福灵炖草龟 这里的主厨告诉我们 当地人喜欢把土福灵 用在各种菜品当中 这个菜大概要分两个小时 这个药材 对拔住了 如果它整个灵 没到这个 这么长的时间 时间来 它就没有这个动向了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 龟苓糕的另外一种吃法 就是把龟苓糕拌上生粉 蘸上脆浆 然后放入锅中烹炸 几分钟之后 外素内滑的脆皮桂林糕 就可以出锅了 这里的主厨告诉我们 土福灵不能人工培植 加上需求量的增加 野生的土福灵 已经很难采到了 在距离五周二十多公里之外的岛水镇 我们找到了有名的采药能手 岑锦坚 尽管三月份并不是采集土福灵的季节 但它还是热心的带着我们上了山 曾锦坚说 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植物 就是金银花 这山上到处都是苞 能叫出名字的药草 就有一百多种 快到山顶的时候 它在松树的根部附近 发现了土福灵的藤蔓 曾锦坚说 自己挖草药的本事 都是跟着祖母和母亲学来的 挖出来的土福灵 着实让我们感到意外 哦 这个就是土福灵 这个就是啊 是啊 哇 这个就是土福灵 哦 这个 还挺大的 可以 高大压头怕有 更容易 他自豪地说 运气好的时候 采到的土福灵 要比这大的多 就在我们下山的时候 曾锦坚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哦 这棵就是质子树啊 哦 树上仅有了一棵枝子果 让大家惊喜 曾锦坚说 能在三月看到枝子果 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在吴州 各种草药铺随处可见 因为当地人喜欢买药材搭配食用 这家草药货的主人 关玉梅 在这条街上 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生意一直非常恒复 买药的要反地的 要广东的 要很少 要香港的都要 美国的都要 美国的是我们反地的 叫出去 叫出去 用罐有草药的 回来就带一些出美国 在草药铺门口摆放的 各种新鲜药材当中 一种用红杉扎起来的小药盆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个是 这个地方来做 在山山 在山山 放在山山啊 皮鞋啊 什么时候在这里 去行亲的时候 拜祭祷的时候 祭祷的时候 去到那里 那里在奸奸沉沉的地方 就放这个在家 心里就定一点了 就没这么怕 是吗 在无洲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无洲人与大自然之间 从容相处的平和与淡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